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隧道尽头迎向光亮 搭配这样的心情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美丽而动人的音乐故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 这里经常举办大型的音乐会和演唱会 不过这里有个不容错过的 长达五年的常设展 叫做唱我们的歌 台湾流行音乐展 这里鲜活地记录了 台湾百年以来的流行乐坛当中的流变 以及相关的传奇 这些歌曲 这些音乐人 丰厚了我们每一个世代当中的不同记忆 这块土地曾经孕育过 像是邓丽君 凤飞飞 像风靡华人世界的巨星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周杰伦一样 可以不断地打破人们对于流行乐的想象 让销售人气和话题创下无以伦比的记录 这不是一架普通的钢琴 它可是周杰伦主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 充满魔力的古典钢琴 它就放在这儿 成为台湾当代流行音乐当中的精神象征 同时也诉说着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精彩故事 仿佛带着魔法的龙卷风 周杰伦的歌曲吹过华人乐坛 出道近23年仍历久不衰处于巅峰状态 周杰伦铁粉无数 方文山功不可没 这个曾经的货车司机 宋鲍桐 蓝领功臣 抗着阅读累积的文化底蕴 写下华人乐坛的一页传奇 它读书一格的文字 点燃音乐的另类革命 短短的几行词 时而捐秀 时而磅礴 在浓郁的中国风里 加入抒情 摇滚 蓝调和嘻哈元素 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交织出一段前所未见的新流行 然而这种辨识度极高的文山体 没有自明清高 反而紧贴时下脉动 它为网游作词 开拍网剧 透过电视电影 小说等通俗文化 勾勒出对这个世代的想望 过去 它文字下的窗景美丽多元 如今 它呈现的世界辽阔无边 无声有声 它填满行空的创作 都令人惊艳 我刚刚写的台湾版邓宽 那那个真机应该留给我 然后呢 就影像当中的画面 就留给呢 我们版邓宽的观众 来 蓝姐 欢迎 OK 哇 这真的有点柳暗花蜜耶 那么小小宅宅的楼梯上来之后 哇 早后店 早后店 台湾早期那种什么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早期老台湾的那种岁月感 这种木购的这种饮料箱很少了 基本上不好找了 那我就收集了一些 那我就觉得 有那种把年代封在一个角落的感觉 有点时空胶囊的感觉 对 然后这是有点像烟花印的时候 歌的一个装置艺术的一个灯香 比较像复古型的机器人 嗯 嗯 这是另外一只庞克猫 我跟杰伦和写一首歌叫 《红颜如霜》 它是一半霜一半红颜 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这种 你真的很喜欢这种机械结构 对啊 对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组装的 哇 你真的是充分运用每一个空间耶 这个是简字谱 就是古代古琴专用的简字谱 然后这个是公辙谱 就谈古真 你这个谈就是东风破 你的词 做成了很多不同的艺术的表现方式 对 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歌词 装置艺术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 歌词离开的音乐 它有存在的必要吗 如果有它是什么表情 最后再带兰姐参观一个最后个作品 好啊 往这边看 OK 好 这边 好 就这个 哦 哦 法如雪是你的一个歌词 对 歌词 然后我就把歌词 它的排列组合重新颠覆了 对 我正想想这个字怎么好像有点像 又不太像 对不对 有点把文字重新解构 然后会让你觉得说 文字一旦你不能辨识它是什么含义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的去认识它 一般人很认识方文山 就觉得哇 这个词写得超级的棒 还有所谓专门研究方文山老师的 歌词研究 但是这比较文字的 比较是意见式的 比较是一个想象力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么多 都是非常非常的具象 而且有视觉感 有这样的内在的话呢 有更多的一些重组解构 跟更丰富的地方 所以那么精彩的方文山 我们待会上班灯 好好亮一亮 好 所以我们挑了 老师的工作室里面 最古色古香的一个角度 坐来看来坐上班灯 有荣誉的中国风 真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班灯嘉宾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方文山老师 我们刚看了你的收藏 真的是太惊人了 我开玩笑说 这个石黄老人 跟艺术家中间只有一线之隔 没有错 而且我们刚刚在看 跳了好多个空间 我发现每一个空间 都有不同的美感 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是 普普风的 很缤纷的像果冻一样的颜色 那有时候又进到一个 很工业化的小英国风 很多看到什么像那种 可能说有什么蒸汽机啊 或者说一些钢铁的那些架构 都出来 有些又很像台湾的 其实你其实是很多种的老东西你都喜欢 并没有说独独的均立在一格里面 应该是说我喜欢的不是说 全部都是所有的中国风 并不尽然 应该说我某种程度喜欢有岁月感的东西 那这岁月感可能是别的文化 然后别的领域 然后别的一个艺术的分类 就会看到原来工业风的 或者是原来是譬如教堂的彩绘玻璃 或是比较中国风的一些 现状书啊什么的 我都去搜集 但一般人认识你还是跟中国风 所以跟你的词是有关的 那个词的世界一进去 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 豁然开朗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想象空间 所以你这个中国风 比较是呈现在你的歌词的空间里面 你以前有特别喜欢这些 古诗古词唐诗诵词吗 确实有 确实有 从很小就有 应该说一个人的创作 来自于一个人的价值观 就是你可能对这种文化的属性 有个归属感有个认同感 你会去收集他的养分嘛 吸收嘛 那确实早期学生时代 可能像一些诵词 可能李清照李玉的诵词啊 确实我会去稍微多一点的吸收吧 那没想到说 日后变成一个自己工作上的一个养分 我记得我看过你的一个报导 一开始你怎么跨进这个流行音乐领域 你是编了一本歌词大全 然后呢 去丢到了吴宗宪那个地方去是这样子吗 我蛮喜欢电影 我喜欢电影的世界 因为电影是第八艺术嘛 那之所以叫第八艺术是因为 除了他最晚被创造或发明 我的理解是他同时可以包含前面七个艺术 可能比如说可能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 就七个了嘛 再来就电影第八个嘛 但是电影的影像里面可以包含这七个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电影很迷人 但是我不是科班生 我也不是电影学院的 也没有什么师徒志 周遭人也没有什么雷斯常务的叔叔啊 什么道具的阿姨啊 带我进门也没有嘛 都完全都没有 那时候就跑去台北学编剧 我有上课 我还拿到编导证 真的啊 你真的对这个方面有兴趣 有影像类的 但是进不去啊 其实台湾市场也很小 台湾人口两千多万 可能就上海个人口吧 你市场小的话 你发展的空间有限嘛 我们早期那个年代嘛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那一样是创作 那影像创作是一种类别 那歌词创作 文字创作也是啊 我是因为这样子进不去电影圈 我才那我写歌词好了 因为创作就是 创作就是跟这个世界对话嘛 那你用影像对话不然就用文字吧 我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写歌词 可是问题是听起来好像是不得不 但是没想到这个不得不本身却 点燃了一个那么大的火花 然后那么的深 对我觉得可能要跟一些年轻朋友讲 就是说生命不要只有直线的发展 因为你去一个旅程嘛 譬如说人生是一段旅程好了 你可能会经过很多风景 那万一你规划好的一个古镇去不了 那你就不能不前进了 不行 你纵使那个古镇去不了 你可以转个弯 绕过个森林去个小村庄吧 嗯哼 搞不好那个小村庄的风景 搞不好比你原来要去的古镇也还要好 是 那纵使你最终目的是古镇 你就多到几个弯嘛 最后你还是到达古镇了 可是你到达古镇前 你已经去了很多风景了 像你绕了那么弯之后 我到了你的工作室 包括我看了你最近的一些发展 包括你也还是编剧了 你还是当了电影导演了 你还是做了一些文创 弄了一个工作室 它实际上回过头来 是跟你一开始的起点 你期待的实际上差不了太远 就是你绕了很大的一条路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你的歌词 因为那个歌词是真的很不简单 你怎么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去 就是说 那个字除了它的华美程度 跟它的那种味道之外 那它就是凭借着你说 你在读书的时候 读的那些李清照、李商隐、李后祖 就这样子而已吗 你怎么进到那个世界呢 应该是说你要学会那种混搭 或者是说 让歌词有点像电影的语言 剪接 蒙太奇剪接嘛 比如说我举爱在戏院前 比如说古巴别轮丸 颁布了汉莫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轩辕 接近三千七百多年 这个其实历史的叙述剧啦 对 对那它跟唐贞观元年什么 缓和泛滥名贵号生 其实没什么差别 但是你长期把它剪接了 你在桌窗前 临世卑文的字眼 我却在旁静静欣赏 你那张我深爱的脸 诶长期就被剪接了 一个是纯画面感 一个是有情绪 所以其实当初电影的训练 也稍微帮助了我 就是让歌词有蒙太奇 剪接的感觉有画面感 诶你这样子讲 我到第一次去这样想象 基本上你的 你把歌词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没有影像的 要靠想象去做的一个 短短的MV 有影像这个概念 对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通常会先酝酿画面感 然后让听歌人知道 发生故事的场景在哪里 是一个小村庄吗 是客厅吗 是雨季过后吗 然后副歌的时候 再把情绪放进去 对可以这样子做 是这样子 有些创作的方法 OK 所以一下子有个视线在 一下又回到他心里面的独白 一下子可能又跳了一个场景 对 等等 对这样理解 没有错 那所以这些 我说这些养分到底都怎么来 所以你后来有再继续的看一些 中国诗词吗 还是你有更广泛的去涉猎吗 还是他就是来自于你跟 因为接下来你跟周杰伟两个人 其实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其实就非常的纵横 他是跟你现代当中的文化互动有关吗 我觉得都有 因为譬如说可能你喜欢一个文化氛围嘛 那多少你可能靠近的那个文化氛围的美学会比较有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说 杰伦的曲他的润距很宽 想象的世界比较辽阔 那辽阔就让你去定歌词主题的时候 不会绑手绑脚 不要说他的和弦 他的音乐的曲式都是固定的一个结构里面 那就不能写出什么双结棍啊 什么本草纲目啊 什么这种突然又跳一个什么领域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说 曲本身也很重要 他赋予了歌词创作的一个很扎实的地基 你可以盖什么方式都可以 可是有时候我发现他的曲也还蛮现代感的 但是你偏偏写进一个很中国风的 我觉得他的冲突美感有时候是来自于这里 而且他用很饶舌的方式去唱一个很东方的东西 对不对 应该是说他编曲的时候也会用一些传统乐器 这是会把整个歌的调性锁定在一个范围类啦 就可能纵使他是饶舌的歌 但是他的编曲可能有拉一段二胡啊 然后有一些可能鼓针啊 弹弹一个一小段的solo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的形式组合的话 会让歌不那么的所谓的想当然耳 就是啊你和弦怎么走我都猜到你的副歌了 这样会比较好就比较有原创性 没错没错 你这样讲就发现你跟杰伦有个共通点 就是你们都很擅长做文化平贴 对不对 可以这样某种程度是这样理解没有错 就是说可能音乐语言 那不要让人家想到你下一步要干嘛 对就是你去创作的过程中 会让人家觉得猜不到你下一步的歌词怎么走 你下一段的和弦怎么走 对这样会比较好 那所以你们联名发的那个庞克猫 也是这样的来的吗 怎么诞生的啊 庞克猫其实是一个潮流的一种品牌 那应该是说我喜欢睡觉感的东西嘛 所以我的这边有一个啊 对啊这边就是青花池 对青花池款 就是给他看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比较具象 不然人家就不晓得在讲什么 我还没有真的这样摸过呢 我上次参加那个台湾的艺博会 我就看到你的作品 对就是这个 它比较属于复古型的机器人 对然后这个是这个青是赵孟甫的隶书 隶书体 然后它就是乳窑的颜色 因为天津色是乳窑的颜色 对 那我们就是把他 雨过天津云破处的那个天津色 然后就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这样结合蛮有意思的 就是它有一些是跟文化有关的 然后有一些是跟潮流有关的 对我觉得这样子 就会把潮流的东西赋予一些文化的能量 然后把文化的能量带入时尚感 可是你会想过这个蛮特别的 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当中 它竟然是由一个从台湾过去的一个作词人 去创造一个最具有中国风 而且让他们最觉得很心动的那种词的形式 有人跟你谈过这个问题吗 类似的问题有吧 但我觉得不为合啊 因为毕竟是两岸是 你可以理解成同文同种嘛 所以你承载的综合文化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对一个文化的一种 应该讲说养分去截取 变成创作的一个发想的一个概念 那是很合理的啊 原代皇宫望的富春山区图 在流传中被列成两段 分别收藏于浙江与台湾 这幅历史名画躲过清朝大火 挨过两岸分离 相隔360年后 于2011年在台北故宫何必展出 在凤凰卫视的利药下 方文山为这段坎坷的重逢 写下山水何必 超越时空的旷石巨作 为两岸文创留下佳话 然而去年此时 我们同唱一首歌 提起两岸一家的寻根情感 为了掀起台海论战 方文山的作词 对于绿营网军统战的指责 她公开发文难言沮丧 强调当初创作此曲的出息 只为缓解两岸紧绷的局势 物换星移 同样的石头 荡起不同的涟漪 尤其台湾近年的政治风向 让两岸关系不弱以往 这位台湾土生土长的音乐诗人 为两岸文化交流坚持奔走 定基在台湾 市场在大陆 方文山将如何自处 又将如何突破 好我们继续和本镇嘉宾 方文山老师来聊天 方文山老师的词 那真的是风靡了 两岸风靡了 华人世界 所以有一首歌 叫做我们同唱一首歌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一些 争端或一些波折 对不对 坦白讲 它就引发了一些政治的波澜 这对你们创作者来说 或是说对一些音乐人来说 会有困扰吗 如果看你定调的困扰 如果是网络就有 日常生活其实没有 因为网络只代表 某一个族群的意见或想法 那通常会去表达意见的人 人口的百分比 其实占比并不高 但确实有 但是你日常生活中 其实没有太大的困扰 就是你的工作 你的影响并没有 只是说当下会有正反两面的意见 就在你的脸书那种相互的工坊 有些人支持你 因为两岸情感是一起的 然后这种民间的交流或情感出发的 以情感为主出发的一种歌词是善意的 然后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有些可能就不认同嘛 哇在那边相互的 你可以说针锋相对啦 然后最后我就把脸书跟IG都关了 你把他关了吗 我已经关一年多了 关一年多了 我就没有再打开了 真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状况 已经让你觉得有点困扰到 你觉得干脆 就我不去看就好 这个世界很奇怪你知道吗 它那个世界的门你不去打开 它等于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个好奇妙 好像一个门没打开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人活在 有网路的世界好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吗 比如说你把那个世界打开 不管这个世界是LINE的世界 还是微信的世界 还是脸书的世界 你这样打开 你的心情就进去了 但是你把它关了好像没有 就正常工作啊 然后生活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 或者是所有的影响 并没有 会 那在过去这段时间的经历里面 在两岸的这样的 华人的流行音乐市场里面 其实这个空间算很大 对不对 你自己 你自己会觉得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交流 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心得吗 从彼此之间这样一个 两岸的有同有异当中的文化 对你的创作来说 我觉得说早期会比较明显 但是近期可能 我们所有的网路新奇 这种所谓的地域的隔阂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早期我们去内地颁奖的时候 基本上只有港台艺人压走 他们才会鼓掌 他们自己忍出来 他们也不太鼓掌 但是这种超女快男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自己的民心了 然后到最后中国好声音起来之后 反而台湾的一些歌手 要去参加中国好声音 再从中国好声音 红回台湾了 然后现在台湾的 年轻人也会大量的从 网路上去听古风歌 就是内地创作的古风歌 那叫古风歌啊 对就是比较偏那种东方情调的歌曲吧 所以说现在是反过来了 以前是完全流行音乐台湾只有输出 对 对就音乐输出 然后或是美学输出 那现在他们也输出回来了 那这对你的创作来说有影响吗 对你跟杰伦的合作来说 我觉得你说立即性有什么影响到 是没有啦 因为我们创作上的题材版就很多元嘛 可能有讲感情的啊 甚至之前有讲那种亲情的啊 可能像我之前写那个什么什么 老虎声把台语歌 然后甚至有讲那种天马行空的啊 可能什么什么公公偏头痛 那个梦 公公还偏头痛怎么变成歌词 就是很多种 我认为立即的冲击或影响倒是没有啦 因为我们还是有去 调整自己创作的内容跟风格 不是永永远 十年来都是同一种风格 并没有 照你这样讲 今天就非常海阔天空 又取结于非常台湾本土的 又取结于中国东方的 又取现在比较现代感的 甚至还有一些 我觉得看起来像电玩世界里面的东西 对没有错 对其实创作上 因为网路的兴起啊 其实创作的空间更大了 因为你看到别的 你看得到别的世界 你听得到别的那种文化 累积出来的能量 你感受得到 你衣服今天穿的衣服 其实就有 你是汉字 这西夏文 各式各样的字 就是说源自于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个部分 你是感兴趣的 所以汉服也是吗 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 应该是说 汉服它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它是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其中的一环 那我们之前在浙江西唐推汉服文化周 我们已经推了十年了 推那么久了 推动十年了 我是那个活动的发起人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借由汉服让年轻人 去对这个传统文化 有一个认同感跟归属感 那可能会比 用训诫的方式 或者是用那种指派的形式 让他说你要多靠近中华文化 可能要好一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用汉服这种 比较生活化的 比较可以跟年轻人的语言 搭上同个频率的 一个形式去办汉服文化周 那果然这些年来一直办 办到最后其实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对一个文化有个认同感的时候 那这个文化的 体现的载体就是服事之美 那你就会穿戴 那只要你穿戴 在不觉得居宿或陌生 那这个汉服的推广 就有一定的成效了 OK 所以你们推动十几年 现在真的有人在 特地的节日穿这些衣服 对 比如可能拜师礼 成年礼 或是七夕 传统的庆典 或是汉服文化周 的那个活动期间 他们都会穿 那照这样讲 那你还没有什么 特别的兴趣打算要做 我发现你点子蛮多的 就是 兴趣有可能 对啊 你一些搞文创 然后做一些文化的推广 真的是兴趣蛮广的 现在在筹备一个短剧 短剧 对 短剧 可能就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一集的短剧 然后可能跟音乐有关的 所以照这样讲 其实从你的出发点 歌词开始作为起点的话 其实绕到那么远 现在歌词已经算是一个 兴趣而已了 家庭就说 你现在的目标 已经到了第八艺术 总其成 应该讲说 歌词还是自己喜欢的领域 并不是说 哇 它变得很重要 其实不是 对 比如说 如果有能力有时间 那你可以同时进行 一开始原来的设定 目标是影像 那不妨去做做看 好 今天谢谢帮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